为庆祝万圣节一年一度的多场万圣节游行昨晚在全市各地开启 在曼哈顿下城 与万名的民众装扮成各种趣味角色 或歌舞或演绎 热闹欢庆万圣节 这其中也不乏带有中国元素的装扮 让万圣节的游行队伍更加多元化 第46届格林威治村万圣节大游行 31号晚上与曼哈顿下城举行 包括华裔在内的数万名民众化身僵尸 吸血鬼和各类卡通人物霸占街头 以惊艳的造型参与了这场盛大的万圣节狂欢派对 今年游行的主题为野性 游行现场有数十辆主题花车与百一个大型人偶 各路鬼神身着创意服装 手持各色道具现身 在音乐和歌舞的表演中沿街作怪 将游行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昨夜7点开始 浩荡的游行队伍从春街一路排至尖尼路街 开始沿着六大道一路北上前行 队伍中有扮演成超人的一家三口 有手持大把红气球的火热恐怖角色小丑 也有装扮可爱的毛绒动物角色 其中也有不少华人的面孔和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角色出现在了游行中 从游行者到观众 众人与各自喜欢的扮演开心合照 一些扮演电影经典角色的民众还会通过角色的经典动作或者台词与周围的人群互动 市警10月31日就将于本周日举行的第49届纽约国际马拉松赛事举行安保记者会 指出除了将出动大批警力 市警还会在500多个街口停放运刹车垃圾车等作为拦截车 并会启动无人机和反私人无人机技术 全方位多角度保证赛事的安全有序进行 并强调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恐袭迹象 市警总局局长奥尼尔表示 3日马拉松当日市警会派遣上万名警察 把守赛事经过的每一个角落 保护5万多名跑者和100多万名观赛者的安全 届时市警会派遣直升飞机和无人机 并告诫民众当天不得在室内使用私人无人机 否则可能会被市警的反无人机技术拦截 当日市警会在全市500多个街口安放拦截车 并在重要关卡安置运刹车 还会派遣学校安全员在比赛起点 对所有跑者进行安检 市警呼吁发现有任何可疑现象的民众 都可拨打888 New York City Safe热线 并建议民众当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当天赛事将于上午9点在史泰登岛的维拉扎诺大桥开跑 在曼哈顿的跑者会沿着上东城向北跑至哈林区 再从威尔斯 Avenue Bridge进入布朗市 通过Madison Avenue Bridge回到曼哈顿 沿五大道往南跑跑进中央公园 绕过中央公园南端之后到达终点 也就是中央公园西侧近70街 全长26.2里 预计傍晚6点半全部结束 民众在当天出行最好绕过这些地方 市警指出 维拉扎诺大桥将从2日晚间11点关闭上层的双向车道 3日早上7点至下午3点 大桥上下两层全线关闭禁止通行 车辆需要改道行驶 另外多个地铁站预计会出现大量人潮 届时可能会依照人潮限制出入口进入 受影响地铁站将会贴出公告 想观看赛事的民众 可在布鲁克林四大道沿途 维莲斯堡和绿点区域 普拉斯基大桥 曼哈顿第一大道 哈林区位于90街和105街之间的第五大道观看 另外 曼哈顿第一大道和62街处 以及第一大道和120街处 集中为选手加油呐喊的区域 周四 一名14岁的男孩在布朗市腿部重弹受伤 这是上周第三名被枪击的青少年 警方表示 受害者是一名14岁的男孩 在布朗克斯区的克莱斯顿大道附近 腿部重枪受伤 有关当局说 枪击事件发生在周四的下午三点左右 这名男孩被紧急送往圣巴纳布斯医院 没有生命危险 这起案件距离另一名14岁的少年 在皇后区被枪杀还不到一周的时间 10月26日 阿密尔·格里芬被榴弹击中颈部身亡 仅仅两天之后 一名16岁的女孩在离开亚买加学校时 被一颗榴弹击中 那颗子弹仍然嵌在女孩的体内靠近动脉 目前尚不清楚布朗市这名男孩 是否是袭击的目标 警方仍在调查之中 市交通官员日前透露 有意在第五大道繁忙路段 划出两条行车道做行人专用区 但消息不到一天内 既被市长白思豪杀停 交通局曼哈顿区负责人 派卡去系曼哈顿第五社区委员会 提出有关封路计划 有意在节日旺季 把第48阶至第51阶之间的第五大道 两条行车线变成行人专用区 新规从感恩节后不久开始 直至新年后不久恢复正常 并预计可以增加四成行人空间 虽然派卡在信中语气显得势在必行 但白思豪31日突然急刹车 向记者说 无论是由交通局谁人透露出来 有可能是个意外 也有可能有人在尝试推行自己的议程 但现在一切仍然为时尚早 市政厅没有签字 根据派卡的计划 将会安装障碍 以强制执行封路计划 应付该路段 每小时超过两万次的人流 途经洛克菲勒中心 圣派翠克大教堂 以及著名百货公司 SAC5th Avenue的热门路段 在节日期间 人车征路的情况十分恶劣 马哈顿学院研究员基里纳斯 多年来都支持节假日 期间在中程增加行人空间 认为这次交通局的计划 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事实上 交通局近月 在解决道路拥挤方面先胜一仗 市交通局长川腾伯格 因14阶纪令取得重大成效 而备受赞誉 新规令区内的M14巴士的行车速度 提高了30% 而且乘客量也增加了17% 但是在交通问题上 白丝毫似乎有点离地 他向记者承认 未乘坐过行驶巴士专用车道的巴士 也已经不记得上一次坐巴士 是什么时候了 一股强风 11月1日周五来袭大纽约地区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一份风力报告 周五的风速高达每小时50英里 万圣节之夜 由于强雷暴和龙卷风来袭大纽约地区 恶劣的天气和危险的大风 导致该地区5万2000多名用户停电 深夜的暴风雨还造成了北铁 纽黑文线严重中断 一些长导火车和新州捷运的线路 严重延误 根据气象台显示 大风已经从夜间便开始了 纽约肯尼迪机场凌晨1点左右的风速 为每小时56英里 午夜过后不久 新泽西州的部分地区发布了龙卷风警报 沙利文郡和阿尔斯特郡 以及新泽西州的沃伦郡 也发布了洪水警报 11月的第一天 虽然风有点大 但首先迎来了一个阳光明媚 空气清新的周五 不过气温相较于10月31日周四 骤降不少 最高气温是华氏54度 随着11月2日周六气温 骤降至华氏50度以下 三周部分地区已经发出了冻结警报 估计周末阳光会更好 11月3日周日的纽约马拉松比赛 则气温相对较低 清晨最低气温来到了华氏30多度 接近华氏40度 下令时将于11月3日周日结束 这意味着在纽约日落的时间会更早 傍晚天变暗的时间也会更早 下令时变更的正式时间是在3日凌晨2点 对于大多数智能手机电脑 平板电脑和其他数码设备来说 时间调整都是自动的 对于使用传统钟表的人来说 则需要在周六晚上睡觉之前 或者周日早上醒来时 把钟表拨慢一个小时 在美国并不是每个州都遵守下令时的 根据农夫年鉴 亚利桑那州 夏威夷州 关岛 美署萨摩亚群岛 美署维京群岛 波多黎各等地区 全年都使用标准时间 1966年 美国国会制定了统一时间法 并由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宣布每年的下令时 从4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日开始 到10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日结束 夜晚的加长也意味着困倦开车的可能性更大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研究显示 昏昏欲睡驾驶的交通事故 最常发生在午夜至凌晨6点之间 或是下午晚些时候 由于道路拥挤 开车者着急回家 傍晚的下班高峰时间原本就是危险的时段 再加上黄昏提前一个小时来临 就需要司机们格外小心与耐心 保持车道 注意那些在车道上进进出出的开车人